我們來的反轉課堂 今天會講輔助儲存設備 今天是第一講 今次我們的重點就是放在這裡 首先我們認識輔助儲存設備的重要性 為什麼要有這個呢? 另外就是比較不同的輔助儲存設備 最後也知道有些找到什麼儲存設備的類別 輔助儲存設備的類別 都提醒大家 期望大家可以一邊做一邊聽一邊寫筆記 保持著我們的傳統 那就正式開始了 輔助儲存設備的重要性 主要電腦來說都是CPU運作 然後將一些資料放在不同的儲存設備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的CPU不是直接和硬碟機 或者其他的輔助儲存設備 去做直接溝通的呢? 而是做法是反而直接溝通的是 就是我們的RAM和CPU 希望大家還記得 我們學習第十一課的時候 我們CPU直接去RAM的 也都說了我們的做法其實是 CPU去RAM 這些資料和RAM溝通 而RAM的資料又和硬碟機溝通的 這個情況下當然了 虛線代表了 首先CPU會給一個指令Hardisk 譬如說 我現在要讀取資料 即我要看些資料 Hardisk就會把CPU想看的資料 傳送去RAM 再傳送去CPU 這個就是那個情況 這樣同一道理 當如果我要放東西 save東西在Hardisk上的時候 我們首先就會告訴Hardisk 我現在要放東西到你 接著就 放東西去RAM RAM就再丟Hardisk 好像很轉折 為什麼我不直接和它溝通 或者調轉 為什麼我要有第三者出現 這個Hardisk為什麼要出現呢? 我想請大家留意 等我講之前 我都提一提大家 我的PowerPoint 要不就會很大段的文字 要不就未必有文字 大家抄筆記的時候 就要留心了 好了 那我們就去到了 為什麼我們不直接放去RAM 先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都記得 RAM 大概來說 現在我們一般 16GB RAM 可能更厲害的電腦 就去到32GB 伺服器級去到128GB 但是呢 其實呢 這樣的GIG數 我想告訴你 一個Window 可能Window 已經是不夠用的了 一個Window 可能去到2-30GB 如果是這樣 你當你很厲害 家裡很有錢 正常 我家裡只有16GB RAM 我當你家裡很有錢 我們做到是64GB RAM 64GB RAM Window都去了一半 剩下的位置 是不太足夠的 其實 這個是我們面對一個問題來的 就是 我們RAM和CPU溝通很快 他們兩個好朋友 但問題就是 CPU的容量不夠多 所以令到 我們要找第三者去出現 去處理這件事 當然 除了RAM和CPU是比較朋友之外 其實CPU裏面有一個叫快取記憶體 快取記憶體 catch memory 快取記憶體 其實跟CPU的速度更加快 不過也是 通常很奇怪的 跟CPU溝通得越好的 理論上 這個容量就越小 你會見到整個情況 為何我們不能夠用RAM去處理 不能夠用RAM去處理 原因就是 我們RAM的容量 其實不能夠應付到我們的需要 這個就是一個 都幾 現實的問題 那 其實RAM由 我很小時候用 只有1-2MB RAM 的時候 或者4MB RAM已經很厲害了 去到現在 16GB 或者一般加用16GB RAM 其實已經改變了很多 不過這個改變追不到 我們軟件的容量 即是由1MB去到16GB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軟件都有一個很大的加 所以就不能夠做這件事了 好了 CPU和RAM不能夠做兩個並存 其實直接和硬碟就可以了 不過大家有記住 因為硬碟和CPU 其實硬碟和CPU 其實硬碟的存取速度 是相對的慢的 所以你會見到 當如果我是CPU 直接和硬碟溝通的話 CPU會很多時候都輕 不是輕幾 sorry 是等在那裡 但如果我們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硬碟溝通 硬碟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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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一定是硬碟溝通 譬如說光碟 USB手指 這些都是在做相同的東西 就是我能夠 我們不夠容量 我們就 我們又用輔助儲存設備 主儲存設備 主記憶體 就和CPU直接溝通 這個就是我們會去到 做 就是去到 為什麼會這樣安排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為什麼有這個鐵三角出現呢 不是就這樣兩個 或者是隨便兩邊 好了 這裏就會去我們的思考題 大家就記住回答 第二個我們就會講 我們的比較 我們知道輔助儲存器的情況 但是很多輔助儲存器 我怎麼去比較呢 其實我們有一些條件去講的 第一個條件就是那個容量 那如果容量就記住不是這樣說 是個最大容量 我們究竟用那個輔助儲存設備 用哪個好呢 容量是一個很重要的 但不是就這樣看容量 是看那個最大容量 那譬如說 那譬如說 我們正常現在去到 可能是兩三T或者四T 八T 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事情 就是不會說是一些 哇很貴啊 是一些很難 很難去到有的東西來的 那 不會的 那 當然 那光碟 那譬如你普通的CDworm 就六百多Mb 那你們DVDworm 普通的就四Gig 藍光就多一點點 那但問題都不是 都不及那個硬碟的 那但是 我們藍光就可以在其他 譬如50Gig裡面 譬如我們打機 PS4 那都可以在其他地方用到 也都 成本就相對 硬碟便宜 那這一個就是 那個情況 還有我們不需要 譬如說 如果我現在是一個硬碟的話 就麻煩了 我買一隻遊戲 是買一個硬碟 那就麻煩了 但現在不是了 我只要有一個閱讀器 然後我買那隻遊戲 是買一隻光碟 那其實呢 那個成本就漸漸大大減低了 所以我們在理會的話 就是那個最大容量 OK 那如果你要做backup的話 這些一定 備份 一定是用硬碟的了 好了 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我們在說的速度 我們要去針對的 就是究竟 我們的輔助儲存設備 究竟速度快不快 速度越快 我正常來說 那部機器就走得越快 因為通常來說 樽頸位都是很少可以 現在是CPU計算不算 一般來說都是RAM 硬碟這些情況 速度 而速度呢 我們分兩款 第一款呢 就叫做傳取時間 傳取時間 而第二款呢 就是數據傳送的速率 好了 什麼來的呢 傳取時間意思就是說 究竟我去找個資料 和讀取資料的平均時間是多少呢 就是我跟你說 麻煩幫我拿杯檸檬茶過來 我找到杯檸檬茶 和我拿到檸檬茶的時間 大概是多少呢 這個就叫傳取時間 那一般來說 就用毫秒的 毫秒 一毫秒就是0.001秒 0.001秒 一毫秒是等於0.001秒 那是一件很快的事情來的 其實一秒都不用 這樣就已經是讀到一些東西的了 那這個就是傳取時間 第二個呢 就叫做數據傳送的速率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找到東西了 就是說我叫你買杯檸檬茶給我 你找到檸檬茶 拿到了 還給了錢 但是 你拿到之後 去到給我的時間 是要多久呢 那這個正正就是說 我們的輔助儲存記憶體 輔助儲存設備 和我們主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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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間傳送數據的快慢 一般來說 我們就用BPS 即是說 Byte Per Second 每一秒鐘傳送到多少個字節 OK 那一般來說 可能是有些四十多Mb 有些百多Mb 這樣 好了 去到這個情況下 即是說 無論用任何 即是用任何 哪一個的傳儲 輔助儲存設備 我們說的是 究竟他幾快拿到資料 而幾快送到我們上手 那如果我們 現在新興說外賣的話 即是說 究竟我們幾快去到 可以煮到這件食物 然後那個送貨 那個 譬如可能是 即是速遞員 什麼時候可以把食物送過來我們 這個整整就是那個速度 如果我煮食很快 即是傳取時間很快 但是我的數據傳送速度很慢 那其實整件事都是會慢的 反觀 如果我傳取時間很慢 傳送 數據傳送速度很快 其實一樣都是不行的 那一般來說 我們就會是 將他們兩個 計算在一起 這樣大家要留意 那這個就是我們 怎樣去到比較不同的傳儲裝置 不過坦白說 我們很少可是去到 那個榴槤和那個西瓜比的 那就是說 我很少可是一個 譬如我用光碟和那個硬碟比的 用這個方面 就是我們 我用光碟還是好 選硬碟好呢 就是硬碟好呢 我們不會說 硬碟的速度快些 不會用 很少可以用這個 那個導向 那個層面去看的 那通常我們用這些速度 就比較了相同牌子的東西 譬如相同類別的東西 譬如說 我有兩個硬碟 我不知道買哪個好 那我們就通常 那容量最大 哪個支援多少 速度多少 我們就用這個去計算 甚至乎性價比 和它的價錢多少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需要知道的 這道東西 好了 那又是思考時間 好 那接著呢 就去到今天的最後 就是呢 不同儲存設備的類型 那這個就大概給你一個知 認不知而已 那你會見到 其實呢 有一些已經不存在的了 遲存儲存設備 好了 那有Hard Disk做例子 光儲儲的設備 有CDworm DVDworm 藍光 記憶卡 CF卡 SD卡 USB快閃儲存器 就是USB按停程式 講的USB手指 我這裏呢 有一些 很古舊 很古老的設備 我沒有提及過的 那我們稍後 就是去提一課 其他的章節的時候 我會提的 大底上面 大家大概記得這件事 公開試的時候 會問到你有些什麼 輔助儲存設備 起碼你說得到 可能MC問你以下 哪些是輔助儲存設備 或者以下哪些 不是輔助儲存設備 你也有個概念 稍後我們會逐一 去到介紹這件事 好了 去到這裏了 今天的練習 想你們去解釋 輔助儲存設備的重要性 要寫一下字 剛才我講完這麼多 你就聽一聽 另外 我要詳細描述 存取時間 怎樣影響到 輔助儲存設備的表現 傳取時間 究竟它怎樣影響到呢 傳取時間快慢 對於我們的輔助儲存器 儲存設備的表現 會有什麼影響呢 另外 在數據傳訊速度的時候 或出來的時候 怎樣影響這件事 六月二十八號要交的 都是上載到Google Castrum 好了 今天這個課題就到這裏了